OK 我们在前面了解了各种攻击手法以后 其实我们发现就一个套路 什么 利用字典 对吧 利用字典进行暴力的穷举 不断的去拆解 那有什么方法让他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呢 有同学呢 把入的用户敏改了 这个方法我是不推荐的 就导致业务不稳定 最后导致系统起不来了 这种方式我们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方法 这下面我给大家说了十个点 这边写了十个点 那你看看你有没有在平时有这些习惯 或者这样去做 第一个推荐的 那肯定是一定要做的 对于那些个不是需要他登录的用户 对于不是需要登录的用户 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 SBNOLOGIN 那比如说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47上面 好 这记忆连不过去 这是 我们SSH到192 10.30.162.47 然后4个S是吧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PASS 他EDC PASSWORD里面 这些用户都带有什么 BASS 这些随便就会出问题 看到吗 如果再给个密码的话 这就要上天了 所以你看 系统当中有这么多带BASS的 我们觉得不妥吧 是不是 所以不应该这么做 我们在新建用户的时候 要养成习惯 比如说猪猪侠 -SSBN下的LOLOGIN 这样的话 这个用户 我们没打算能登录 它只是一个系统 它只是一个 比如说进程启动的账号 或者是一个 用来访问什么服务的账号 那我们就不要给它 这个可登录的效 这是第一点 记住了吗 这养成习惯 第二个是呢 密码的复杂性 如果这个用户要登录 那你 而且你一定要使用密码 这种方式的验证的话呢 请大家尊重密码的这个复杂性 字母大要写 数字 特入字符 20位以上 定期更换 你可以设一个密码的以后期为30天 30天一定会换 必须强制会换 20位以上 我觉得也不多 起码15位吧 再不行 10位也至少达到吧 10位达不到的话 七八位也可以吧 还是长一点吧 如果你非要使用密码的话 那就长一点 这个安全要紧 另外呢 端口的事儿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的一些扫描 肯定不会扫 11到6535这么多端口吧 它很费劲啊 因为它扫的话 不只是扫你一台主机 可能要扫很多主机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端口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使用什么 低端口 除非那个业务 使用低端口麻烦 我们一般设量环境里面都是特别的端口 是吧 服务器配置文件见过是吧 见过 那我们看看 打开 这也不是22吗 你把这改了是不是也可以了 当然你要改的话 前面的注释呢 也得打开 否则的话呢 这个没有改一样啊 它是缺省值 对面那么快 好 这是这个 顺便说一嘴吧 既然来到这儿的话 就说一嘴 不是跑题啊 你们见过这个文件吗 这个文件 我得提一下它 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你第一次登录一个机器的时候 它要询问你yes啊 所谓的yes 就是把它的指纹 放到你的los文件里面去 对不对 把它的指纹 放到你本地的这个 s s ssh下的los 我进去里面去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登过别的机器 好 那如果不加yes呢 你还 还顾不去 是不能不去啊 对的 特别是像ansom这样的话 如果碰到这个yes的话 还难整 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这样 这里面有一个项 叫做ask 看 看到这项了吗 ask 就是 一个限制 主题k的一个检测 要不要限制 要不要问 比如说no 听明白了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比如说 kadi这边 我现在 把这个 我不这么删啊 这个los文件里面的 关于哪一行呢 关于 147这行删了 你看我在登的时候 是不是 要说yes啊 好 要保存它的指纹吗 它的指纹信息 这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打开edc ssh ssh confo 这个文件 搜一下ask 我还没搜出来 改成 no 把前面那个 重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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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个什么端 客户端 我干嘛要重启 看一下 是不再需要了 我只是客户端 我这是客户端自己的行为嘛 跟服务器没关系 我跟不会重启的 好 这是这一点 这明白了吗 这个 端口也要改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项啊 这个 除了端口以外啊 限制登录用户和组 这个是我们推荐的 首先 我们最好是不要允许 Root的用户登录 这个不允许呢 怎么做呢 有以前一些 他们可能会这样做 就是 找到上面的 不是这个文件 ssh d confo吧 好 这边呢 他会找到这个叫root 不是这个 向上 哎 大写的root吗 看 permission root login yes 允许入的用户登录吗 他把这个改成low是吧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做这一项 你只要在下面加一个 online users 等于什么用户 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做那件事情 因为你只要允许相应的用户 那这个地方到底有user users啊 这个到底是有没有s啊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可以mine一下这个数册 mine一下这个配置 mine一下sshd d-config 哇 恰 不是没有 是这个机器没有 我们 随便找一台吧 那机器装的是一个特别精简的 mine sshd-config 我刚刚没输错吧 sid-config 没有输错 好 在这边我搜索一下 allow user 什么什么 有没有s啊 没有 再搜一下 allow users 有个s啊 我们连到47上去看一看 那个从哪个机器 10.18点 10.30.16 2.47 密码是吧 好 打开EDCHA的叫什么 ssh sshd-config 好 我们这边呢 我看它机上是什么账号啊 杨哥有没有 没有 建一个用户叫杨哥吧 随便一个 然后password 简单一点 好 然后我咨询杨哥登录 对吧 EDCHA的ssh sshd-config 然后在这边呢 在最后加什么都别加了 叫allow user 这不对啊 你看 这就打的对吧 我那个笔记上写错了啊 然后后面是杨哥 可以吧 好 现在呢 我这个没有断 我重新再开一个终端 10.1 10.30.162.47 密码是1234 它不让连了 对不对 看 这就不是密码数 对不对 是 现在不让我连了吧 然后我们再连 哦不不是 这样连 可以这样写 写上杨哥 at 也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写上 login 是杨哥 这个也可以啊 这样写也可以 可以吧 切换到root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切换没问题 知道吗 就是不让直接连 所以不用去禁什么 禁止什么用户 就直接allow users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边写错了啊 allow users 慢一下 allow users allow groups 其实delive没必要啊 你允许一两个用户 空格分开就可以了 你要允许一个组呢 也行 后面加个组 用allow groups就行 所以delive一般也不用 听明白了吗 这个其实是最最好的 你只要这样做的话呢 不需要再去限制什么root 这那样纸 那样纸 就允许一个用户 两个用户访问就可以了 好 另外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使用速度 各位 平时我们使用root的账号 这是不对的啊 这个有时候会造成这种 除了 除了这个 除了本身我们登录的 这个是有 有风险以外 另外呢 如果使用的用户 可能会造成一些 灾难性的后果 特别是你的权力够大 是吧 因此我们应该使用 速度 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速度用过吗 用过啊 不过是吧 速度的话 它是通过一个文件 叫做 visudo visudo 它打开的是哪个文件呢 它打开是etcr的sudoos这个文件 是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 设置这个用户的一些规则 设置一些访问的一些规则 通过类似于 类似于这样的方式 好 类似于这样的方式 允许什么用户 百分之后开头的是什么 什么组吧 这里呢 sudoos7 大家注意看 有一个很特殊的组 大家还记得吗 对 这位轮子组是吧 你看 这下面是不是有了 这两行 这两行 看到了吗 允许 轮子组中的 所有成员 能够以什么 以所有用户的身份 执行呢 哦 不 能够从所有主机 以任何用户的身份 执行 所有命令 所以只要把用户 加到这个组里面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而且呢 当然这两行呢 有一点区别 可不可以看 对 当然这一项 这个轮子组呢 在以前 sudoos6的时候 是关着的 就是几号注释掉的 上面这个是不要密码 下面要密码 下面这个是不要密码吧 low password的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是我们的 速度这种方式 啊 收场环境里面呢 我们 90%以上都使得速度 就是你肯定是 不会使用管理员账号的 直接使用的是 普通账号 记得吗 而这个普通账号呢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权利的 只要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速度 你相当于携带了这种管理员的权利 至于第五一项 我对第五一项是不感冒了 我认为这个第五一项 这个位置呢 是这种方式 是属于成就的方式 大家应该有听过 edc下的hosts allow和hosts delay吧 这个可以表现这样写法 ssd这个进程 我认为这个方式 有点准备 那这个地方 如果改成all呢 就是什么 所有主机访问 另外还有一个是 pum限制 这个呢 也很少用 还有就是防火墙和那个叫什么 防火墙 ip tables和fair wall d限制 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限制是不是哪个地方访问 另外呢 这个从堡垒机访问 这个是不正常的 那我们往往在我们的整个业务的前端 是不是有一个堡垒机 也叫jump server 跳板机 是跳板机 然后只有先连到跳板机 各位前两天 我们的老训员 给大家讲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业务都是先连到跳板机 然后跳板机再连过去 这个相当于我们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那些个服务器呢 它只要允许跳板机访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可以的 另外呢 第六项 第六项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也没有什么意义 在早期 有一个叫delight hosts 这个是一个什么功能呢 它是和这个 edcr的hostsdelight 来配合使用的 这个软件需要装 没有吗 它配合使用 怎么使用的 它是 比如说一旦开启以后 它会检测你登录的次数 如果一旦发现失败 假如说三次 它就会把你的ip加在这里面去拒绝 听懂了吗 但是呢 不会有人给你解锁的啊 不会解锁 那如果是管理员输出了两次 真是真正的人输出了两次密码呢 那也就给拒了是不是 那你还想办法到本地去登录 这还挺麻烦的 所以我个人对那个dvhosts hosts这种方式 这种机制 换句话讲 它就是通过和这个文件来配合嘛 然后以前我们是不是人工的 把这个拒绝的ip加到这里面去 现在是由它来给你加进去 看起来很智能 但是呢 我认为挺傻的这种方式 当然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使用这种方式 在精心乐道的说这种方式 说啊这个挺好的 这个能够自动把你失败的 这个给你加进去 个人觉得 有了下面这个pam的这个限制呢 它的意义就变得没有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先把它入的用户给它调回来 好吧 这个平保啊 让人感到很伤感 说错了 没事 好 看一下 我把那个edcr的sshd-confort给它什么 这个给它删了 现在应该是又允许用户访问了吧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怎么做呢 打开edcr的pam.d下的sshd 看这个文件了吗 好笔记上有啊 我们在最前面这个位置加一行 这边我就不想要了窗口了 这个也是一个登录统计的一个模块 但是它是由pam提供的啊 粘贴的时候这么粘吧 粘贴 好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模块pam.什么pam-tl2.so模块 它是用来做登录统计的 登录统计 因为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其实验证我们身份的是谁呢 不是sshd服务器 是这个pam的这样一个服务 pam可以说是linux里面的身份验证的一个第三方服务 就像你公司现在一般 比如我们公司有好多公司要用这个保安是吧 那两种方法 一种是自己培养一个保安 但是没必要啊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可以从保安公司是不是去 去给他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 他也可以换嘛 是不是 他这个人人呢可以属于保安公司的 那保安公司呢 相当于你看派到各个厂子各个厂子的门口 去做了一个保安嘛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pam一样 在我们linux里面有很多的服务需要验证 包括你登登陆系统的时候需要验证吧 包括你登陆ssh是不是需要验证 那么他们都用得着去写写验证的方式吗 不用 他们只要什么 请这个保安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pam呢 是第三方的什么 一个身份验证的机制 我们linux当中 大多数服务都是基于他来进行验证的 那比如说你现在登陆ssh 看起来是谁在接受你的账号密码 是ssh服务吧 但是他转过去把账号密码给了谁 给了pam 有pam的验证 听明白吗 所以我们这个pam既然是由他验证 他就好说话了说 那你现在呢 你要是我来给你验证是吧 好那我就给你用一个模块 来统计你失败的什么 次数 如果说你失败两次 听明白了吗 这个二是可以改的 连入的用户也不例外 前面那个是对普通用户的 这个是对什么 对入的用户 也就是说只要哥们你失败两次 登陆失败两次 密码输错两次 然后连入的用户也不例外 那我就给你干嘛呢 给你锁定 比如说这个有点短 锁定多少时间呢 锁定30秒吧 30秒 这边呢也锁30秒 那就意味着30秒钟以后会自动解锁吧 是这意思吧 就是你输错两次以后呢 这个就不能再输了 那等30秒以后才能输 好我们试一下 看下效果 感受一下这个效果就就明白了 你看我现在呢 去连那个机器 连哪个机器呢 连这个机器 好我现在 各位我现在是于是登陆的吧 我给大家先来个正常的吧 可以懂的吧 好的 我现在来个错误登陆 一次 两次 好我假装再输一下 因为它验证的是Pub的验证吧 而Pub统计到你已经什么 失败了 好现在再来一次 密码保证是对的 12344个S 大家发现上不去了 看到吗 好我等一会儿 而且我这个没有断 这个没有断知道吗 刚才 我看一下日志 我看一下这个 WAR logo下的 Security 这还有还有那个 还有时间 几号 没有22 最新的是哪个 10月19 那可能这下面就是19 难道这小伙的机器是9号吗 不是好 那就看这个吧 WAR logo下的 就这几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新 改的是哪个文件吗 22号是哪个文件 14号 肯定不是Message Message也没有意义 肯定是其中的哪个 因为我想看的就是 它是被Pub给阻止掉了 小伙的机器 那就19吧 1119 这也看不出来 这个应该是能够看看 被Pub给阻止的这个效果 但现在我们晃了半天 其实现在应该是又可以什么 登录了 看 1234回车 可以了吧 刚刚是不是上不去 硬生就上不去 你别怀疑我密码故意说错的 我可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 这里呢 一旦被登录两次 这个模块 翻译你登录了两次失败了 它就会把你锁起来 就是禁止你登录 在30秒钟之后禁止你登录 你说锁长练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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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戏 但是就试不了了 我们把这个时间稍微不要设六秒 六秒肯定不合适 因为它有超时时间 我们设个比较60秒 或者120秒 或者5分钟 那暴力破解软件 你想想 它尝试两次断了 它再过5分钟再尝试吗 肯定不可能了吧 它是不是就自己就 那个程序就退掉了 所以一旦我们把这个 设置为这样一个方式 暴力破解软件 将无法来破解 因为它要破解你密码的话 它是不是会连续尝试 几千次上万次几十万次 而你这边设置的是什么 两次失败就锁定 而锁定的这5分钟 那它是一定不能破解的 那它的这个程序呢 也就是什么 结束了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其实不在乎它 它还能不能破解 没关系 你5分钟以后再试两次 你这种频率你也试不出来 听懂了吗各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强烈 建议大家要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帕姆的这样一个 登录的一个 一个统计的一个模块 来对用户进行这种锁定 就相当于我们会迫使 暴力破解工具 没法连续的来进行尝试 听明白了吗 你5分钟这个时间看起来很短 同时呢 那对它来讲的话 它就没办法再继续走了 听懂了吗各位 所以如果要说的话 这个可以说是我排在第一位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 各位还有呢就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大家把这一项改成low 使用密码登录 其实大家注意看 我们去登录一个机器的时候 当我们登录一个机器的时候 我把机器自己锁定了 当我们去登录一个机器的时候 SSH 比如说举个例子 Logal Host的时候 我们加个小V 大家看到了吗 加个小V的话 它这边能够非常详细的 你看它首先 我说了个Yes以后 是吧 我说了个Yes以后 你看它 它说下一种认证方式 下一种认证方式 看到吗 它可见 你看最后又是下一种认证方式 各位 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好几个Next 那可见它一开始 是在使用什么认证呢 它一开始 这边上面有没有认证的这个方式 好 我们这里可能看到的是 它有使用的认证方法 有这个叫GSS API key 这种方式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通过Kobos的结合 才能用的 然后另外 它使用了第二种方式 是什么呢 公钥 有优先级的 然后紧接着排在最后的 才是密码 可见我们去SSH一个主机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会优先帮你选择什么 密码登录 如果说你使的公钥 就过去了吧 是不是这种方式 所以密码登录呢 也是看为不安全的一种形式 密码呢 你设置20位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公钥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1024 或者2048这样的长度 你是猜测是肯定不可能的 除非你拿到我的公钥 除非是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大家 把这个这项给它禁掉 禁掉的话呢 就不会再走这一项了 没有吗 就把哪一项禁呢 把这个叫密码登录给它禁掉 听懂的意思吗 但是还要评估的就是 密码登录禁掉以后 会不会对有些业务造成影响 如果影响的话呢 那你就只能够 你也没办法选择这一项了 听懂了吗 各位 好 注意一下 好了 还有一个 各位 插效导致规划 小心 各位 我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 我连了我这个 我的那个 SS服务器 这是我的服务器是吧 你是不是肯定不知道我密码 因为我的密码保存在哪的 我的密码是保存在这个 看 我的密码 这些密码是保存在 我的一个配置里面的 就拿我刚才的SS来讲的话 我这个密码呢 是在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显示的 你也看不到 是不是 或者说 你也不知道我机器 我现在这上面有很多机器的 很多机器的那个绘画信息 但是你也 你也不知道这机器的密码 但是呢 如果说你跑到我记忆上来 把这个看到这里的吗 导出 密码也导出去 起个名像这样 下一步 完成 看到了吗 然后紧接着呢 桌面上是不是一个session 然后你在干嘛呢 导入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访问我这所有机器啊 你有密码保存在里面 对啊 那我这玩意儿丢了是不是可怕 那如果这个上 如果我的session里面有公司 所有几百单服务器的 保存的这个 可能有 公钥 那你没戏 公钥要出费 你把公钥给我拷走 如果我我我就是密码登陆 那你把我导出去了 是不是这个你可以导入就可以 那啥了 当然公钥登陆的话 也有个缺点就是 你要把你公钥 把你私钥给你什么 那给你拿走了 他用的话 他也行 知道吗 除非你一个私钥 再加一个密码 私钥还是可以加密码的 好 所以小心这个session 另外呢 针对本地 各位本地 如果说你的机器在机房里面 在IDC机房里面 是吧 如果你的机柜上的一个钥 那个大家知道机柜上的钥匙 是不是也是通用的 基本上好多都是 然后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呢 如果你的机器呢 人家是不是就可以到你机器跟前了 这个就不需要远程破解了嘛 到你跟前以后 如果说你的grab没有加密 那人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从开机的时候 破解6或破解7那样的话 去破解0密码 本地破解密码呢 这只要绕过了 只要绕过了这个grab 实际可以破解 好 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大家看看 看看 这个我觉得呢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个做了 想要暴力破解你的密码 很难吧 就算你密码设置的设置成了什么 67654321 可能人家前两个试呢 也试不出来 那然后你就锁 给它锁了吧 我也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个设的 再再严苛一点 看 输一次密码失败 就锁五分钟 不要给任何人机会 对不对 如果你不小心手一颤 说错了 五分钟以后再说 是不是 五分钟以后再蹬 听明白了吗 但是话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看一件事啊 再来看准备看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的可能看完以后你就会纠结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啊 大家看完以后就会感到很差异 很吃惊 这个平保保保保保得挺快的啊 啊 我说错了 我先把原来的各种限制给它先解除一下 帕姆点地下的叫什么 啊 叫 叫 叫 SSHD 这个这个文件吧 好 我不解除限制 我还是锁 我让你看看 见识一下 大家知道 我们从管理员接到普通用户 是不是不要密码呀 看 是不是吸回去了吧 因为你的UI率是零 他认为你是超级用户 所以不要密码 管理员 所以这里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今天只是稍微奇妙淡写的说一下 叫SU 它也是机会帕姆验证的 你看这里面有一行非常漂亮的一行 特别漂亮 这一行 只要你的root是root 就会直接就成功了 你看 我们现在用到SSH上来 这个是一个误用 就是假如说你的机器上有这么也好 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现在你去面试会做很多题 在第一道题的时候你做对了 明天来上班 不用照我做 这道题是 一道绝对的一道什么 充分的验证你 有能力 有能力有技术的一道题 这个单词充分的意思 就是只要你是root 啥也不说了 成了 一切 所以刚才SU的时候 那我现在放到哪了 放到SSH上的吧 那也就是说只要你是root用户 你看我什么都没改 我现在呢 我SS连接 密码我随便输 当当当当当当 我乱按啊 回车 别上了 看到吗 吓人吗 这个 这个其实你密码根本就没有用 为什么 就像刚才SU切换的时候 只要你的UID是什么 零 那就这条就直接验证就通过 注意到了吗 看 只要是 只要你的是root的用户 这是充分条件 下面就不看了 所以哪天呢 哪天你还在这儿兢兢业业的 在这输 你说哎呦 你看我收密码 输给一二三四 对 这你正确的输吗 是吧 你哪天不小心手一颤 明确感觉到自己输的不是那个密码 但是回车 也能进 那你就自己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 就现在相当于密码就是一个摆设了 现在啊 听懂了吗 各位 现在你要是不相信 大家都可以访问47感受一下就明白了 你们随便输密码 但是不输不行 因为这个程序要提供密码 哪怕是瞎提供 你们现在的SSI指10.30.162.47 感受一下来体验下这种乐趣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 暴力破解的这个防御 我们先来发现 我们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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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